好 现在我们就来读原文的最后一段 最后一段是这样子的 我先给大家读一遍 将得 无以行先 可玩往来 乃失于人 人有虚实 无虚无尽 无实无远 至其当发 见不容顺 手动若雾 真要而云 尽亦是亦 观世之变 世未明明 莫知其行 见其呜呜 见其寂寂 众见其非 不知其谁 福如我横颅 启如我发迹 好 这最后一段 这是倒数第二段 后面还有一段小的一段 这是倒数第二段 还有一个小的 但是我们呢 因为这个 最后那一段算是一个总结 这是倒数第二段 重要的一段 最后一个小的总结 这段皇帝问的一个问题 愿文其道 你看 到道了 还记不记得在上一段里面 皇帝问的是敢问其方 本来是要问方法 齐伯告诉了他方法 告诉了方法之后 最后齐伯说一句话叫 道无鬼神 道无鬼神 你看我们回到上一段 道无鬼神 对吧 法天择地之道 他提到了 就是说你老是想问这种 针灸的方法 我想告诉你是针灸的大道 针灸之道 这个道无鬼神 独来独往 对不对 这个道是能掌握的 是有规律的 并不是鬼神 你是有规律的 然后你掌握了之后 你就可以运用自如了 独来独往 所以皇帝接下去 这个问题就非常的有逻辑了 他就马上问 愿闻其道了 那我就听听你说这个道嘛 我先想问方 然后你觉得我问错了 我问的是一个意 记忆 那现在我就问道 齐伯回他的就是一个道 这个道是什么样子的呢 凡刺之真 刺法的真要 真谛 真理 凡刺之真 刺法的 真刺方法的真要 必先治神 必先治神 这个问题是 治谁的神 调整精神 是调整谁的精神呢 是病者还是医者的精神 这个就要回到我们儒家的思想了 我们儒家思想 治人 治国 治人 之前一定要先修己 修己才能治人 所以这样的治神 当然是医者 要先调整医者的精神 你看 可玩往来 乃失于人 看到了吗 把治神调到最后的结果 就是可玩往来 运用自如 你调神调到运用自如了 你才可以 失于人 乃失于人 这个时候才可以 失于人 是这样子的一种状态 所以 这个治神 一定是调理医者的精神 医者的神 自己做好了 才能够试到别人的身上 这就是修己 之后才能治人 你没有修己 你怎么能治人 那修己是修到什么样子 五脏已定 九后一辈 后来纯真 这个先调整自己的精神 然后安定五脏 搞清楚病人 调整精神之后 这就是揣夺病人了 揣夺病人的五脏和九后 然后你才下针 纵末不见 这个被子 九后已被 被是和顺的意思 因为在礼记里面 有被者百顺之名也 无所不顺 问之被 可以引申为美好 九后都已经很顺了 很和云了 调和云了 气血 调云和顺 这就是治神的结果 治神的结果 就是 顾目是被色 耳听被声 口识被谓 行居被公 名授被好 那这就是九后一被 五脏已定 九后一被了 就是自己已经调整到 非常的和顺的一种状态 才能够下针 这种状态还会 纵末不现 这个末字是一个通假字 胸也是 是一个通假字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听之不闻 视之不见 精神极度临近 专一的状态 要到这样子的一种状态 这个时候 外内相得 在外跟在内 是一致的 就是内心平定 哪怕外面再喧闹 在你看来 外面也是平定的 这叫外内相得 无以行仙 无以行仙 可以往来 无以行仙 无就是物啊 不要 不要动作在 形体 不要形体先行 就这意思 不要先 主要是调整精气的变化 这就所以叫 出手行 上手神 我们说出弓手行 上弓手神 那也就是说 你不要关注 你的手法的变化 而关注我们的精神状态 无以行仙 就是不要 不要精神还没有调好 就赶快去下针 动作就先来了 这叫无以行仙 不要动作先来 可往往来 乃是一人 可往往来 也就是说 能够 操纵自如 能够灵活 操纵自如了 把自己的精神调整到 可以操纵自如的状态 才去下针 你看 齐伯讲的是不是一道 绝对是一道 它不是具体的 针刺的方法 如果是针刺的方法 到我们这个时代 可能就不适用了 但是 齐伯所讲的这个一道 这种针刺之道 你看 皇帝问的是 愿闻其道 那这个针刺之道 到我们现在都适用 我们今天的医生 也应该这样的状态 病人来的时候 先调整自己的状态 精神状态 调整到 非常的宁静 专一 平和 外内 相得 而且还要能够 技术能够操纵自如的时候 才去给病人下针 这个时候才能去下针 好 人有虚实 人是有虚实变化的 五虚无尽 五实无缘 什么叫 五虚 五实 在述问的 预计真章论里面 皇帝说 余闻虚实已决死生 愿闻其情 七博曰 五实 死 五虚 死 所以无论是五实 还是五虚 都是死 江州入位 卸柱子 则虚者活 生汗而后立 则虚者活 那虚是什么样子呢 江州到胃里面 下陷 那种虚 虚到下陷 止了 那么虚的人就可以活 身体发汗 发汗之后 可以下粒 有料能够出来 那么死者就能够活 王斌呢 说五虚是什么呢 五虚是 五脏精气夺者 五实是五脉之邪气胜者 所以叫 人有虚实嘛 五虚无尽 五实无缘 五虚 出现这五种虚的这种情况 五脏之精气夺了 那不要 禁就是 禁本来是靠近的意思 远呢 本来是吃退的意思 在这儿靠近指的是 失行真法 远呢 指的是 不行泄法 禁指的是 行泄法 失真 泄 这个 不要行 不要泄 什么意思呢 就是五虚 五虚 身体很虚 不要 去泄 五实呢 不要不泄 就是要泄 要泄 所以是要把握住这个原则 人有虚实嘛 为什么他专门说虚实呢 因为天地阴阳 天有阴阳 人有虚实 人的虚实是对应天地的阴阳的 对应天地的阴阳 所以他要专门连出虚实 那虚实当中有五虚和五实 五虚呢 就 不要下针 不要施行这种泄法 而五实呢 不要不行泄法 就是要赶快去泄 至其当发 见不容身 应当要下针的时候 非常的迅速 这个空隙 连我们眨一个眼睛的时间都没有 要非常的迅速 去解决 他手动若物啊 手动若物 就是非常的快速 因为时机稍纵则事 稍纵则事 所以在灵书的九真十二元里面 也有这样的话说 出守官 上守机 上宫 守的是这个时机 机之洞 不离其空 空中之机 清静而为 其来不可逢 其往不可追 知机之道者 你看知道机要 知道的人 不可挂一发 不知机道 扣之不发 知其往来 妖语之欺 也是这样的意思 也是这样的意思 那所以呢 他说手动若物 就赶紧地下针 然后针药而云 明物 追随 追随的意思 杨上上说是专一 但是苏文杰之说 物 躯也 就是追随 手一动 赶紧去追随 所以叫 动气厚实 静气不失 原所奶奶 是为追之 赶紧要追随这个气 气来到这个时候 赶紧要去 真药而云 这个 真 闪着光 而且很干净 然后呢 静意 示意 静意 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意 然后去 示意 示意 这个 观示之变 示就是调整 这个调整 它的变化 调整自己的心意 调整这些变化 去看应当发真的 这个时机 视为明明 明明就是看不清 莫自其心 看 就这种时机 是很难把握的 见其呜呜 呜呜也就快速的样子 见其寂寂 呜呜和寂寂 都是群鸟疏乎往来的样子 就很快 众见其飞 这个众 就是众 众然 众死的众的骨子 众然见到鸟在飞 不知其谁 都不知道它们是什么 这鸟是什么 伏如横锅 伏如横锅 这个 伏如横锅 然后 起如发迹 伏下来的时候 就像 准备好的这个弓箭 但是一起来 就像弓箭一发出去的 那个样子 形容迅速 这一段 主要谈的是 针刺之道 因为皇帝问的就是针刺之道 齐伯是怎么回答的呢 齐伯告诉他 针刺之道 首先要调整医生的精神 调整到非常的平和 调整到平和之后 才能够把握住 正确的治病的时机 然后你一旦看到 治病的 正确的下针的时机 一来的时候 不要犹豫不决 赶紧的下针 虚非常的迅速 因为时机 稍纵即逝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就是这个道理了 所以呢 你看 首先是要张公待发 临神秉息 持针守候精气 然后等到气一到的时候 马上就要懂 应征行气 所以这一段 主要讲的就是一个 治神 行征前的一个准备 同时这个治神 也是同领权断的 宗旨和总纲 这就是针刺之道了 你看 七伯回到皇帝 皇帝早知道一道 你看我们一道 其实很简单 是吧 大道治见 大道治见 你要问一道 你要问针刺之道 就以两个字 治神 调整我们的精神 调整我们的内心 让内心平和 参考各家 参考各家 然后不要孤立地解释 词语 要联系全段 全文甚至全说的内容 观点 逻辑 理论和体系 去理解 避免脱离宗旨 断章取义 从这段我们看到一个方法 然后最后还有一段 我先给大家读一遍 那最后皇帝再问一个实实实在在的问题 因为你谈的那个一道 真次之道 齐伯谈的这个道 那皇帝觉得太大了 那我还想问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 他问的是什么呢 就是怎么对待虚正 怎么对待实正 碰到人虚实嘛 我们人体对应天地的阴阳就有虚实 那么碰到虚的实的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齐伯回答的是 这个虚是等待的意思 这个虚字 虚 教材的这个虚 是等待的意思 次实者虚其虚等待 次实的人 就是那个人的身体是很实 实正的时候 那么要等到他变虚 然后次虚者虚其实 也要等到他变实 这个虚 这两个虚字 是我们的重点字 将来你们考试啊 考一些什么职称啊 或者是考一些什么 考一古文的时候 这两个字都是我们的重点字词 这两个必须的虚 都是等待的意思 要等到他变虚了 次虚的人要等到他变实了 才行 精气一致 圣守勿 等到精气来的时候 你赶紧要守住那个精气 赶紧下针 不要失去这个机会 赶紧下针 刺的身 刺的浅 全部在你的心意 所以我们中国古代 对于中医来说 叫医者 医 医 医不是像西方这样可度量的 全在自己的心意 所以深浅在之 全在你医生个人的体悟 跟病人之间的那种交感 交感的体悟 所以我们中医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度 一定要刺几分 一定要刺几分 刺多少 刺的深 刺的浅 全在医生的心意 体悟 感悟 感受 和当下跟病人交感的那种体悟 远近若一 远的和近的 该刺和不该刺都一样 都在心意 都在心意 如临生渊 手如卧虎 神物淫于众物 但是我们一定要如临生渊 如履薄冰 如临生渊 如履薄冰 这是诗经里面的一句诗 战战兢兢 如临生渊 如履薄冰 比喻 战战兢兢 小心谨慎 但总之 齐伯告诉皇帝 有一个原则 要小心谨慎 一定要小心谨慎 小心谨慎 到什么程度呢 手如握虎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手如握虎 手上能够握一只老虎吗 不可能 那这个虎是什么东西呢 那日本的生力之在注释这个字的时候 这样注释的说 虎固非可握齿之物 老虎肯定不是可以握起来的 金考虎即虎之谷字 就是琥珀的虎 那握虎握的是什么呢 持发冰之腐节 发冰的虎 犹如疏无握竭之心 使谨言不戴之之意 这个大家看那个 看很多的电视剧啊里面 都能看到我们的虎幅 大概就是十几厘米长 虎幅 那两半 一人直一半 手上握着虎幅 就是你握着兵权 握着军权的人 你一定要小心谨慎 你不可以自意妄为 所以你虽然看生前在志 医者亦也 医者亦也都是自己的心意 可是是小心谨慎的 所以医者千万不能在 性命攸关的事情上 出心大意 那你的心意 你的心智 医者亦也 你的智 也是你经验的体悟和重见 也是你多年的经验的体悟 所以神无淫于众物 神不要迷惑于众物 淫惑 迷惑 不要被外界的外物给迷惑了 这就是整个保命全新论的内容 然后呢 我现在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这本 这篇文章的最主要的观点 最主要的观点 第一 顺应四十养生 是保命全新的上策 然后有了病要 早诊断 早治疗 诊治的基本方法是 整体考察辩证失智 对应天人合一的道理 天人合一的道理 诊断 早诊查 早失智 然后要整体考察 辩证失智 诊断的首要问题是 分辨可治与不可治 后面才谈针刺了 针刺治法的基本方法是 随经器的反应而动 不须谢施 用针的重要守则 是全神贯注 新手合一 至神 这就是整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在皇帝与齐伯的对答之当中 层层递进 层层递进 把这些内容就从上面开始 一层一层的递进 讲清楚 这就是全书的主要观点 因为在我们的中医经典里面 只讲这一篇文章 做一个个案 叫保命全新论 这是一个单元 中医经典这个单元里面呢 我只讲这一篇文章 保命全新论 所以我要用这篇文章 来做一个总结 告诉大家 读中医经典的一个方法 读中医经典的方法 首先 我想举两个人的观点 一个是王安石 他说读经而已 则不足以知经 如果你仅仅是读经书 你还不足以知道经书 故某字百家诸子之书 至于难经树问 本草诸小说 无所不读 农夫女工无所不问 然后于经为能知 其大体而无疑 什么意思啊 说明我们读 《黄帝内经》要怎么读 你们以后将来 怎么要学好《黄帝内经》 一定是在实践的基础之上 你看农夫女工无所不问 到这种情况 所以是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读 广泛的去学习 从临床经验 从老师的临床经验当中 不断去问 无所不问 这个问 所以《黎帝内经》里面的一句话 博学之 审问之 圣诗之 明辩之 笃行之 这是我们读中医 中国传统国学经典的方法 也是我们读中医经典的方法 也是我们读中医经典的方法 那中山大学的校训 当年孙中山先生写的这个校训 就是这五个知 博学 审问 圣诗 明辩 读行 那首先要博学 那学 那儒家所讲的学 那是学天地人的大道理 做人做事的 为人的道理 那我们对于我们 对于我们学中医的同学来说 那首先你要广博地去学 学了之后还要问 农夫女工无所不问 然后思考 自己要去思考 结合着自己的体悟 这个 这个 临床经验去思考 然后再明辩 辩证 论志 度行 最后 坚持这样去做 然后这样子你才可以读得懂 中医的这个经典 这个传统的这个经典 另外还有这么几句话 还有这么几句话 都是大家读中医经典 树问这样的中医经典的一些方法 老子里面有一句话叫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就是我们读中医 最终要求的是医道 医道 医道呢 是不容易把握的 是不容易把握的 然后呢 庄子有一句话叫 全者所以在于得于而往前 提者所以在于得于而往前 言者所以在于得于而往前 也就是说 我们读中国的传统经典 就读这个 黄帝内经述问 比如说刚刚的保命全新论 最重要是得于而往前 最后如果你能够忘掉这些语言 但是你得出了它的核心思想 核心内容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然后 论语中还有一句话叫 不分不起不菲不发 举意不语 三于反 则不复义 就读了一篇文章 你就要能够推一及三 推一及三 是吧 举一反三 然后你读其他的篇章 这个树问 黄帝内经的篇章 都要用这样的方法去做 所以在孟子还说 大将不畏作功改费神 莫义不畏作舍 便其古虑 君子 引而不发 悦如也 忠道而立 能者从之 都说的这些东西 那具体到 具体到我们的这个内经 黄帝内经来说呢 我们黄帝内经里面 经常爱用 启示 语反 辟语 例证和 暗示 所以我们要从里面读出 他的启示 就是言外之意 那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说的嘛 聪明的读者能读出 诗的言外之意 能读出书的行间之意 所以我们要读出 他的启示 就是黄帝说这一句话 到底他要表达什么意思 然后还有语反 举一反三 举一反三 就他说这个 是为了说别的 辟语 打个比喻 打比方 打比方 然后用例证 用例子来证据 最后还有暗示 那我们读黄帝内经 应该是要读出这些东西来 然后呢 还要知道黄帝内经的行文手法 如果你知道行文手法了 你就比较容易知道 就能够读出来了 有哪些行文手法 黄帝内经里面非常爱用的 铺成笔类 辟语暗示 立正语法 借题发挥 语代双关 问词答比 问尽答远 在保命全新论 我们刚刚读到的 保命全新论的文章里面 你们都已经体会到了 铺成笔类 对吧 铺成笔类 问一个 问一个怎么去争刺 他跟你说 颜未闲 这个树木老旧了 树叶就会落 悬断了 然后声音就哑了 这叫铺成笔类 而且他也是比喻暗示 用这三个东西来比喻什么 比喻病生者 其实因为 疾病很生的人 他声音就会发出来 叫有诸内而行诸外 他用的是 首先用铺成笔类 然后用比喻暗示 告诉我们 有诸内 必行诸外 然后 例证语法 他举了很多的证据 举了一些证据 借题发挥 看到没有 皇帝问一个问题 齐伯借这个题目 本来是问真次的方法 他要说 你要真次 要先天人合一 那齐伯就先借题发挥 把天人合一讲得非常的多 搞得我们以至于忘记他的中心思想了 以为他中心思想在讲天人合一 其实他在讲真次 借题发挥 与代双关 还有问词答笔 问尽答远 这两个我们在保命全新论里面都体会到了 黄帝问这个齐伯答那一个 但事实上你要知道 他答的那个只能是问尽答远 你再推回去还是此 你要懂得把它推回去 所以 我们 我们浙江中医药大学的 徐勇斋老先生 为什么我用浙江中医学院呢 因为当老先生还活着的时候 我们还叫浙江中医学院 还没有改成浙江中医大学 他告诉我们 怎么去读黄帝内经 明确每篇的主题 这个方法 首先拿到题目 比如说保命全新论 拿到这个 这篇文章 你首先要明确他的主题 讲的就是保命全新 不是讲真次 哪怕他真次 也是跟保命全新相关 明确主题 然后你就探索 探索经文的内在联系 对照上下文相互印证 并且还要考虑经文的 反面和侧面 利用同类字句分析对比 只有这样 你才能够读得懂 黄帝内经 所以读懂内经 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呢 那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要理解 表面上浅白的文具 所蕴含的深意 理清逻辑非常重要 读出观点 紧扣宗旨 避免断章取义 那就是读内经的方法 通过保命全新论这篇文章 来告诉了大家 一个读内经的这个方法 那学到这里呢 我们 我给大家讲的 这个一股文课文 就文选就讲完了 那我再来给大家 稍微用几分钟的时间 总结一下 本门一股文课程呢 主要是讲的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基础知识 第二个部分是文选 基础知识我们讲的是汉字 因为从文字 文艺载道 这是我的理念 文艺载道 那要搞清楚文 就要从文字入手 所以基础知识 我给大家讲了文字学的常识 讲了文字学的常识 然后讲了这文字学的常识以后 我们在读课文的时候 就把这些文字学的常识用起来 你先把这个用文字学的常识 理清除了文字以后 你才能够读懂文艺 读懂了文艺 你才能够读懂文章 读懂了文章之后 最终要上升到文章所载的道 文章之道 所以我的一股文课程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基础知识给大家讲了 文字学的一些常识 接着我们就读了几个单元的 大概十篇左右的文选 这些文选有国学经典 国学经典主要是帮助大家建立中医的思维 因为要学好中医 建立中医的思维最重要 中医的思维又根植于中国的传统哲学思维 主要表现在阴阳观 阴阳理论 五行学说和综合观 那阴阳理论呢我们讲的是周易这篇文章 五行学说我们讲的是上书红范这篇文章 然后综合理论呢 我们主要讲的是论语和情义缓和这两篇文章 这就是我们的国学经典 学完国学经典之后 我们就正式来读跟中医相关的一些文章 那这些文章当中呢 首先我们是想学的是医德杂论 在医德杂论里面学了 与薛寿余书与大一金城这两篇文章 这两篇文章是一个医德的杂论 告诉我们作为医生 作为医生 我们干的事业是不朽的 那何以做到不朽 你叫做大一 那大一有这么这么这些要求 这两篇文章 然后就是一个医德实证 在医德实证里面 我们学到了一些医家的生平 扁鹊 化陀 对吧 他们用他们的生平来验证这些医德的杂论 所以在扁鹊传里面我们看到 我们作为一个医生 对 要怎么样 要 医技要精益求精 医技要精益求精 然后还要少说话 少触犯别人的利益 否则 你就像扁鹊一样 被别人暗杀而死 暗杀而死 化陀也是 对不对 化陀也是一样的 然后呢 我们还学到了一些医书的序文 医书的序文主要学了张仲锦的《伤寒杂病论序》 我们从《伤寒杂病论序》当中就读到了 张仲锦为什么会去写《伤寒杂病论》这篇文章 因为他心怀天下 天下正处于水深火热的瘟疫之中 他要拯救天下 我们一生应该怀着这样的情怀 你才能够成为一位大一 学了这个医书的序文以后 最后一个单元就是中医经典 在这个中医经典里面呢 那我们就读到了 学到了这个保命全行论 《黄帝内经》 这是中医经典 学《黄帝内经》 一个方面是把我们基础知识学到的文的知识 以及后面文选当中文艺载道的这种理念 运用起来去读中医的经典 另外一个方面呢 也是给大家介绍 我们阅读中医经典的一个方法 然后举一反三 虽然这一学期 这不是这一学期 就是我们这门课程 医古文课程 那到这儿讲完了 那我希望我带给大家的方法 大家可以运用起来 去读懂 更轻松地去读懂 更多的中医的古书 好 那就谢谢大家